新加坡50大富豪身家增8% 首富一主 尽管经济增长放缓 新加坡50大富豪的身家增长8%至1770亿美元 约2414亿新元 根据联合早报报道 福布斯亚州杂志星期四 9月7日公布今年新加坡50大富豪榜 Meta Platforms联合创办人萨维林 以160亿美元的财富融升榜首 随着Meta股价上涨 近70% 萨维林的身家今年涨幅最大 达64亿美元 保住第二名的是远东机构 Far East Organization的黄志祥和黄志达兄弟 他们的身家从去年的152亿美元 略微下滑至148亿美元 深圳麦瑞医疗创始人兼董事长李希廷 从去年的榜首位置滑落至第三名 他的个人财富从去年的156亿美元 下降至今年的140亿美元 掌控日本期控股Nippon Paint的 无侵量榜上排名在下滑一个位置至第四 身家从去年的130亿美元 下降至今年的123亿美元 城市发展CDL执行主席郭令明 排名维持在第五 他的个人财富从去年的93亿美元 大涨18%至110亿美元 在后疫情时代 城市发展再次放眼全球收购 今年3月以5亿美元 收购英国伦敦的圣凯瑟琳码头 Saint Catherine Dove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